打擊率呢 事實上發揮的還算是可以 總共呢 是兩個打數當中有一隻安打 有一次的高杯犧牲打 一分打底 二三列有人 沒有人出局為熊 對三 五局上班的進攻 停隊的內野 這時候是守得相當相當的潛 一好三壞 才昏向的一個打擊機會 這個球撈起來 應該夠遠了 中外野手助跑了一個接球 但是上路跑者開始往回 但是呢 這個球已經經過了一個卡鬥 因此呢 只能夠阻止呢 二壘上的大地是不要再往前推進 但是形成了高飛犀牲打 這是 蔡滾翔呢 在本次的季後賽當中 連續第二場比賽 敲出高飛犀牲打 目前比數現在變成3比0 何利希趕快去迎接蔡滾翔回來 也迎接葉君彰回來 我感覺起來呢 這個例行賽跟季後賽 特別是總冠軍戰 氣氛真的不太一樣 以往在例行賽 我們這時候跟孫雯比一定會講 3分對殺人精部隊來講 感覺起來是一眨眼那個金魚眼睛 扎一下分數就回來 但感覺起來季後賽這一分一分的拉開 感覺起來滿可怕的 對 因為壓力是不一樣的 打擊輪到的是巴威特 目前是一出去二的有人 一個球走外交是一個好球技能 巴威特也點點頭 巴威特呢 在今天呢 第一個打擊就是一個中外野方向的高飛犀牲打 有一分打點 連續三場比賽呢 他都有打點的進章 但目前在整個打擊表現方面呢 巴威特事實上是相當的不錯 因為前面三場 核心一直在做資料 不過 剛剛這個球算是好球 一好球 但問題就是說 剛剛這個球的位置再高一點 就是他打拳打的POSE 所以他在點頭說 好 再來吧 再來一點 而且還要再高一點 再高一點 或再裡面一點 所以每一球每一球 因為已經三分落後了 所以每一球每一球 核心的防守 而不是投手 還是得非常注意 目前在二壘上 還是有跑者大地勢 球輸一好一換 一人出局 所以 巴威特 無論對左打者或右打者來講呢 都還是以外角球為主 現在變成一好兩敗 雖然他在三四兩局 感覺好像很穩定喔 巴威特在對統一勢隊的第二戰跟第三戰 這兩次權威打呢 都是統一勢隊的致命傷 所以你頭外角目的是不希望他打 長打 但問題角度的控制也是相當注意的 哎呦 這個球 中外野方向落地 形成安打大地勢的判斷相當的快 繞過三連 中外野手傳了也準有機會 哎呦 這時候 我想整個狀況 觀眾應該都已經看到了 但是 從某種 還好 大部分的球員呢 我想 絕大部分的球員跟教練呢 是都將選手呢 分別給架開來了 當然對於大地勢來講 還會取得 事實上這樣的一個衝撞來講呢 是在整個本來板前攻防戰呢 事實上是不可避免的一個情形 但是 包括連先媽頭走何立希這時候呢 也都衝出來呢 要為隊友出氣了 但是百樂呢 事實上現在大家好像有怒氣沖沖的選手 還好是佔了一個這個少數 那另外一個 算是蠻高興的 是今天因為有很多核心協業團的員工呢 但是大半的員工階段來講 在現場的球迷是非常的自製了 所以並沒有產生太大的一個 讓球場比較混亂的一個狀況 但事實上 接下來裁判要怎麼處理呢 事實上是一個絕問 對 我想你先讓雙方先冷卻下來 我想是比較重要的 而且王光浩又衝過去了 對 現在先要保持一個距離的 因為這兩隊其實球地賽已經衝突不動了 已經很火爆了 沒有做沒有做 對 我想這是等於是一個導火線 對 事實上在跟松崩斌 台南我記得例行賽我們最後一天的轉播的時候 事實上都有回顧到今年所發生的一些事情 其中在魏雄隊跟核心軍隊的一個回顧當中 就已經提到 今年這兩隊在球技中 而且很巧的投手就是好有力的比賽 對 因為當時魏雄隊覺得好有力都故意可以他們的達成 對 所以他們事實上之前就已經發生過衝突了 應該雙方還是把這個教練 這個裁判團應該開會把雙方的總教員交進來再做可能 因為接著下來我想如果再出一件出身球等於是 我想是不可收集的 不過相信裁判等一下應該 我想現在已經是一個比較非常突然 而且蠻重大的一個事件出現 可能會跟兩邊總教員是不是會先講好說 待會兒如果有什麼狀況可能選手就要去 因為通常會這樣子做這樣子的一個警告 是已經出現出身球 不過因為現在是變成非常突發的狀況 所以我們會看到我想還是需要 整個裁判團要非常冷靜地去處理這個事件 對 而且事實上現在徐生平總教練動作也很冷靜 他這個手勢事實上看得出來他就是那種 我們現在贏大家不要鬧了 我們事實上坐下來 我們繼續比 事實上對於現在領先衛蟲隊有力 剛才來講其實比較讓大家想像不到 因為衝撞是我想是不可避免 但是實際上已經將大地獅 take out 的王光浩 好像我們從畫面上來看 應該沒有問題是他先出手的一個動作 他覺得好像大地獅故意 用比較可能比較不好的方法來衝撞他 我想這是一個剛才整個衝突的一個導火箱 但這個動作都做得很大 所以當然兩邊都一擁而上 對 那另外就是感覺就是說好像我覺得 就是說這個衝撞是因為位子擋住嘛 他希望能夠把它撞開 撞完之後好像我的看法是大地獅想拉他 結果他以為又要有什麼動作 所以還是球贏看得比較仔細 但是等一下如果有機會 實戰成功 我想慢動作可以來看一下 原來大地獅想說 我剛才撞你是我工作上必要的 但是我要拉你起來 結果王光浩會錯意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慢動作的衝撞 這個球中間方向一個蠻淺的安打 中環手卻撞陣傳得相當的準確 一個彈跳捕手已經以一代勞 來一個霸王堅 結果呢 哇當然一瞬間大地獅沒有做滑蕾的動作 所以其實滑蕾真的蠻重要的 看不出來要像拉他的 好像好像沒有看到他要拉他 我知道王光浩以前他還是在學生時代是拳王 所以他馬上兩拳就尻過來了 那再加上後來大地獅想拉到一上 所以代表這個剛剛瞬間動作真的很快 哇 事實上兩支在例行賽呢 這幾年都有摩擦了 球技在當中因為雙方的整個衝突不斷 所以呢 應該從這個角度看得更清楚了 這個王光浩呢 先打大地獅的小屁屁 這樣講比較輕鬆不過 我想應該 裁判這時候要勸已經勸不住了 那接下來已經有選手過去薄衣老全了 但事實上現在畫面上看到了這個 我想奠機前的觀眾呢 應該是可以把這個狀況看得比較清楚 那對於我想聯盟來講 應該屆時會透過這段慢動作的畫面 事實上有哪一些選手如果有惡性的一些行為的話呢 我想要做一些可能必須要做適當的處置 但問題是現在是季後賽 其實現階段來講 如果有些選手遭到競賽或其他的問題 恐怕也會延長出更多的狀況 而且要告訴家裡小朋友 棒球一年只有這一次而已 不是常常這樣 棒球比賽不是常常這樣 這要怎麼做機會教育好像有點困難 我們請宋老師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還是勸大家多捏一點佛金吧 可能我想我們現在聽現場這個裁判怎麼做最後的判決 有可能兩位都會罰出場也說不定 這三個人想要做出門比賽就打出場 這三個人想要做出門比賽就打出場 試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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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請我們的工作人員去聯盟的紀錄組再做一下 確認 因為這個狀況是太突然太大了 所以事實上如果不做處置的話呢 可能球隊在這場比賽甚至往後比賽 處置力很快 因為其實我要威力很可能 因為這七場比賽或這七場比賽 也是還太重要了 所以我想你剛才聯盟的裁判呢 我想這